车轮远远 车轮远远 统签向前 风吹天车直到 孤祝寸海 绿皮火车 被高铁虚带 情绪带入 却奔向幸福未来 奔向时代 奔向时代 已许得 成天真桑天沧海 奔向时代 奔向时代 续世道吞 奔向复兴的未来 奔向复兴的未来 奔向的时候下一步 恐怖工作坛 呀 会儿 谁呀 小胖子 因俩 陈锋的朋友真二吗 是 怎么了 朋友喝多了 麻烦你把他带走 真一 你也会出汪 上次的货什么时候出啊 那批货 估计要等到四天之后啊 四天之后 对 那这批的货呢 这批的货明天可以出 明天 好 行 来了来了 脏了呀 继续喝啊 不好意思 您认错人了吧 怎么不认识了 咱俩可是最好的闺蜜了 老板 录音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朋友喝醉了 我没醉 给我 快去追 站住 别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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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走开 喂 干你什么事 少管先生啊 走开 走开 你们几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女生 算什么东西啊 放开我 我男朋友来了 他很厉害的 你先走 我们对付他们 我先走不太好吧 我不会丢下你的 快走 你算是更爱事 你们再不走 我就报警啊 你们再不走 我就报警啊 你们再不回事 我再走 你们再会有事 你更没了 我还能怎么回事 你们再往哪里 再转梭 你呢 我说你 热热 你一下 尖气 你 打得很了 猴子 来接我 我在旋梨路 干吗呀 你这个人人缘是真够差的 我给你女朋友打电话 这么长时间了 到现在也没人来接你 你给他打电话了 打了呀 就那个 那个叫什么真二的那个 他 他说什么呀 他就是不来嘛 来 欢迎光临 坐 喝点什么 老板你这儿有什么吃的呀 你来干吗呀 你这也没什么吃的呀 一份薯条吧 好 等会儿老板 来酒吧就是喝酒的 要什么薯条啊 来十二个 不是 刚才怎么了 就差一点 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怎么 你们查得怎么样了 我查到啊 他过两天要去参加一个私人画展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对 喝 怎么回事啊 林真一说你跟他吵了一下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我和董事长都知道了 你在门泽尔跟郭博士起了争执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你爸知道 门泽尔的行情之后 他也挺生气的 他让什么气啊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臭小子 他可是你爸 是我爸怎么了 从小他就喜欢你 你还在我们家长大呢 你当他儿子得了 你说什么呢 我说错了吗 不管我高不高兴 他从小就觉得你是好孩子 我呢 调皮捣蛋不在作业 上课睡觉下课尿尿 反正你怎么都比我强 你现在不挺好的吗 我好什么呀 你现在是江车的总监 我呢 连个毕业证都没有 修个车 说我什么搞破坏 这事你我都知道 这是个误会吧 你别想太多好不好 什么误会 那林真一到现在 都不听我解释 就说我是骗子 他眼里 他眼里就只有你啊 你喜欢林真一 是啊 我喜欢他怎么了 你不喜欢他吗 金主哥 这么晚了还在喝啊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我 不太放心嘛 他喝这么多啊 受委屈了呗 他有什么好委屈的 都这么晚了 明天还得上班呢 先把他扛回去吧 嗯 老板买单 给六百块钱吧 真一你来了 你到底喝了多少 别看我 好 谢谢啊 怎么了 你好好走路啊你 头衣 头衣 董事长 媒体采访那边 我已经安排好了 按照您的意思 我将我们 用自主生产的电机 维修好机车的这件事情 相关资料 发给了菲利克斯 他们看到之后很感兴趣 希望跟我们赶紧聊一下 您见得呢 那我就出国转转呗 那小野那边 我等他们两年了 也该他们等了 明白 那小野代表 那小野代表 总经理让我通知你 今天的会议取消 董事长今天身体 有点不舒服 我们改天再谈 我们能不能弄 您的体力 别忘了 黑心 可能我们不太心认了 你不ither吧 凤费 我们不得了 凤费 点儿银行 车胃 就是两个人 你很有趣 那你得彻底讲清楚啊 那太简单了 我去找他 好 李延峰 我就知道你回来找我 只是没想到 来得早了些 品位不错 你这小脸选的 跟你选人一样好 你这是在夸我呢 还是夸你自己呢 清好了 这怎么办呀 这 这怎么办呀 你说我这门子 我这进不去了 你演够了吧 你这是在拒绝我 冰钩 答对了 理由呢 小野代表 你眼光是真的多 你已经看出我和我的父亲 关系不怎么 不怎么融洽 你怎么办呀 只要有他在啊 我估计我是进不了江车的 本来呢 我已经准备答应你的邀请 跟着合资厂 有机会回到江车的 所以你再考虑考虑嘛 只要你签了字 想进合资厂也好 还是进我们门泽尔总部 随便你挑 我记得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 我对门泽尔不感兴趣 至于合资厂嘛 可惜了 你这小院确实很不错 可你也住不了几天了 什么叫我住不了几天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得不说 我非常佩服你 亨瑞和江车谈了整整两年 可你一刚接手 不 谈崩了 怎么就谈崩了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还是你父亲说了什么 他呀 他飞走了 代表 你马上去查一下这个李建业 他到底飞去哪儿了 好 你知道为什么我必须 这些危机会议会吗 在谈择通知谈法 今天他们找到新的伙伴 他们太狠了 那不能言 我们已经有相互 两年过得过两年 我们都担心了 绝望 他们会有更多 如果有新的伙伴 还比我们合同 这些资料发布了 媒体觉得我们的公司失败了 我们必须不要把我们的主席 以为 民众的声音被影响了 对 但现在美国 正在坏地方 这些 一定会帮助我们的问题 代表 代表 跟菲利克斯合作 人是群居动物 哪里的食物多 他们就跑去哪里 如果江车的风向真的变了 那个院子里 这两天不会太平静的 你想办法去打探一下江车内部情况 是 叶叔 靖州 那边怎么样了 小野这边暂时还没有什么动静 靖州啊 你要做好准备啊 这两个工厂之间蒙秀合作 这里边花费的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寻找另一家公司 重头再来 这也不像外边说那么简单 既然咱们华为能够实践 寻找出了和门泽尔合作的一套方案 那就不要轻易放弃 不 叶叔 那我们要答应他们提出来的附加条件吧 当然不能拖国家建设事业的后腿 好 我明白了 按下面说 董事长 和菲利克斯那边沟通得很顺利 他们约我们明天去谈谈合同的事 合同的事不急 好 明白了 江车还是没有同意我们的附加条款吗 股票走低 江车也会知道我们急需一个好消息 恐怕我们的附加条款 他们更不会接受了 您现在再去找一次养殖岗 好 好 总经理 清州 快坐 你是不是也在关注着门泽尔的股票 总经理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他们的股票持续下滑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现在欧洲形势不稳 门泽尔也深受影响 所以现在他们更需要打开中国市场 来平衡他们在欧洲的损失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 只是刚才小野派人过来下了最后通牒 他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不同意门泽尔提出的条款 他后天就回国 他这个举动还真是让人瞩目不透 不应该啊 谈判谈了这么多年 他们也投入不少人力和财力 总经理 这会不会是小野虚晃一枪呢 这事靠猜是不行的 两年的谈判 我们又耗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啊 无论如何 不能让这次合资谈判流产 万一门泽尔有其他的计划 我明白 我一定想方设法 弄清门泽尔的真实想法 锦州 小野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了解 我听说 你的股票一直在暴跌啊 我知道 小野他们已经买了 后天回去的机票 这戏演得挺真的 也许他们真的另有打算 不考虑在谈判桌上 再浪费时间 另有打算 他们自身都难保了 怎么另有打算啊 我们不知道他们内部的情况 所以 我们冒不起这个风险 内部消息 我要是说我能搞的 内部消息呢 那当然最好了 我都能做 你不能做 喂 富二代 我需要你帮我办一个 有钱才能办的事 真一 给我吧 给我吧 你从哪儿猫出来的 给我吧 给我吧 我来包 我来包 你看你 撒一地 我 我可以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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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 我真的不用 以后啊 咱家的活儿 都包给我 没事 没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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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自己来 没事 你看看 你看看 没事 这个也给我 我等你啊 李延峰 这些东西都放冰箱里是吧 没事 我自己来就行了 没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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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我帮你 我来放就行了 不是 你这个东西 如果放了网了的话 容易坏 没事 你出去吧 你出去出去 赶紧走吧 你就这么想让我走啊 那 这么宅我也出去啊 是吧 行吧 那你答应我个条件 我立马就走了 什么条件 明天跟我去约会 我没时间 除了工作之外呢 我什么时间都没有 你赶紧出去吧 别再给我添乱了 你别后悔 我告诉你 有什么好后悔的 什么呀 你看啊 这是谁呀 阿兰 舒尔茨 怎么了 她的丈夫 杰森 舒尔茨 门泽尔的大孤独 明儿别迟到啊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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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你好 那太好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她怎么来了 她怎么来了 弄着干什么呀 进去吧 你们说他们会在里面吗 一定会 不是不是 咱们没邀请韩怎么进去啊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想来就来啊 有了 快 上呗 对对对 快点 马上马上马上 给张请几下啊 跟着装包 对 不好意思啊 你 男朋友 看到我这么惊喜啊 干你们了 那我们先 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这边请 你好 你到底要干什么 谢谢你带我进来 走了 什么情况啊木头 我哪知道什么情况 可以啊你 别闹了 去找舒尔茨夫人 走了 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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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师 林大师 你给点评点评这幅画吧 这幅画 色彩很漂亮 上面这个人 画得也很特别 对了 笑什么呀 我本来就看不懂这些嘛 其实看画 不一定要看得懂 你只要能感受到 画里的故事就好 他笑得很开心啊 其实画里这个孩子 很可怜 干吗呀木头 就是幅画嘛 是 的确只是一幅画而已 只是这个小孩 没有了父母 金丑哥 我就不这么觉得 你看啊 这个小孩虽然没有父母 但是这个鞋可能也穿反吧 可是 他有朋友啊 而且笑得很开心啊 哪儿呢 我怎么没看见他的朋友 看到了难道不是自己的朋友吗 只有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才能这样笑 你是 你好 我是蒋檀 你好 你好 你的画很棒 谢谢你 那些画在中国 已经有很多个录像 都像你一样 都不可以 得到你一样的 很多人 只能看出这些 孩子的幸福 福音乐 真的 你经常来到中国面 麻烦 不 我实际上去 中国面 我太太来到中国面 他有很多事 我们会在中国有很多时间 我们会跟他有很多时间 我们会跟他有很多时间 好的 我们会在未来的展示 谢谢 谢谢 刚才夫人说 她丈夫以后 会有更多时间在中国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门泽尔会继续进行 合资场的谈判 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稳定下来 绝对不能被小野的洋雾弹所迷惑 不过 要是没有你灵通的消息 我们也不会知道这样的资讯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某些人刚才甩不了印 听说那块地啊 公安量超标好几倍啊 我们又不开采地下水 超不超标有什么关系啊 嗯 我先去个洗手间 嗯 好 就问问你 我们认识吗 嗯 亲爱的 嗯 我有点麻烦了 帮我一下 好 嗯 走了 我的天哪 可以啊 谈木头 看不出来啊 你说这死木头 不声不响的 还交了个女朋友 你说咱俩是不是 也该抓紧了 昨天买了那么多东西 给我做饭吃了吧 这要是食物中毒了 还得养我一辈子 好 你在听我说话吗 你说什么了 晨一 你喜欢谭靖州吧 谭木头有什么好的 你没看谭靖州 对 我是喜欢谭靖州 李延峰 你能不能不要再烦我了 还有 我跟他的事情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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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谭靖州吧 走 你喜欢谭靖州吧 喂 郡舟哥哥 你好厉害呀 好看吗 好看 一定是你不够好 不够努力 所以他才看不见你 你要加油 总有一天 他一定会看见你的 下一个 好看 由于受到门泽尔合资谈判的影响 门泽尔股价开盘走低 门泽尔进军中国的步伐也动作频繁 未来局势如何 我们将持续关注 是 金舟 我想了想去 还是觉得答应小野他们提出的要求吧 如果这件事情谈崩了 那可是白白浪费了两年的时间呢 总经理 您考量那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我肯请您能够再等一天 我相信他们一定能答应我们的要求 如果您不是要想问你 我看来了 大家 Wrong 你agh 走吧 还跟我说 想吗 你что 你这么说 什么 我追究赢是 你 你快来看看 看来是有希望了 好 好好好 董事长 飞的客室那边问我们 是否继续加弹合同 喂 夏秘书 董事长在吗 萧业代表 董事长在 副加条件我们愿意接受 什么时候可以重启谈判 喂 董事长 好 我知道 怎么样了 我们成功了 门泽尔妥协了 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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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的时间 他们终于妥协了锦州 他们终于放弃了 他们柯柯的附加条款 明天就是敲电合同的 最后一场谈判 请白礼者半九十 最后的谈判 才是最艰难的战役 我明白 门泽尔一定会 跟我们做最后的较量 但您放心 为了我们中国轨道 交通事业的发展 合约的每一个条款 每一个细节 我都会力争到底 绝对不会让任何一条 不公平的条款 出现在我们的合约里 都会让任何终于 让任何人 争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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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 齐就哥 二 stopped 怎么吓得魂不守舍的呀 我给你发的微信 你没看吧 好了好了 别看了 我就来跟你说 你发给我的那个 仪器检修报备那份邮件 怎么少写了一项 少了一项 行 那我马上给你补 我 我先去借杯水啊 你拿的是仙人掌 我 你太着急了 我 我还是现在给你补吧 林真一 你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 没事 那个 那天华展 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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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华展 李延峰那小子 要不是他给我们 重要的情报 我们心里面 还真不会这么有底 这次也不会取得 阶段性的胜利 胜利 你不知道吗 这么大的事 门泽尔放弃附加条款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马上就可以推进谈判 那太好了 那你赶紧给我补上吧 我先回去 还有几件事呢 原来 李延峰 你为什么不直接 问女朋友的事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女朋友的事 是花開的聲音 輕輕喚醒了我的心 睜開我的眼睛 夢想的一切正悄悄來臨 世子強和不息 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迎面吹來的春風 帶給我生活的甜蜜和親情 自信的道路就不能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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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嶄新的時段讓我看到了明天 自信的道路就不能堅定 自信的道路就不能堅定 一個嶄新的時段讓我看到了明天 最美的前景 最美的前景